小伙伴们你们难道还没有发现吗 蛋仔岛中的唤星医生 他是一只NPC 他没有助手 是一只孤零零的蛋 当他被蛋仔打时 他只能忍 但是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 在蛋仔岛中 隐藏着一只非常恐怖的NPC 他居然带着助手 一打他的助手就会打你 你们难道不好奇 隐藏起来的 这一只有助手的NPC蛋仔他 究竟是谁吗 众所周知 在蛋仔岛中 有非常多只NPC蛋仔 如果你喜欢蛋仔岛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蛋仔岛上的每一个NPC蛋仔 他们都做着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细腻稻草人 他在售票厅中卖票 当我们靠近售票厅后 就可以看到他的售票厅中 只有他一只NPC蛋仔 他也是没有助手的 还有蛋仔工艺林中的能量球博士 他是负责植树的NPC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也是一只NPC蛋仔 也是没有助手的 为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蛋仔岛中 被隐藏起来的这只恐怖 NPC 他居然有助手 他究竟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 在蛋仔岛的老版本中发现了 这只拥有助手的NPC蛋仔 他的名字就叫做 蛋仔他是一只NPC 并且他的助手 我们每一只蛋仔玩家 都添加了他 当我们点击自己的好友列表时 就会看到 第一个在线的人 他叫皮蛋 官方提示 皮蛋是蛋仔 NPC的小助手 所以说 在蛋仔岛中 隐藏着一只恐怖的NPC 他居然带着助手 来到了蛋仔岛 而这只拥有助手的NPC 就是蛋仔NPC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吗